關西老街上的百年老屋 老舅的門窗搭配紅磚 室內的另一面傳統泥墻也被保留 驚喜對比 靜靜地呈現時代的新舊交替 關西高中美術老師張秉鎮 花了半年時間 將清代大木匠師徐清的故居 重新整理 變身七庆藝術空間 盡量讓它原本的東西 能夠被看見 所以我盡量都不去加外加的東西 反正會把空間有一些格局上 把它處理得比較能夠 像展覽需要的功能 牆上掛著一幅幅畫作 這裡正展出關西高中 跨界師生連戰 畢業校友在校學生 40件畫作在老屋裡 展現美術成果 小小發光體可愛的表情 作品中呈現柔和浪漫的底蘊 色彩繽紛 用點畫方式 重新演繹范古的經典名畫 學生更嘗試利用瓦潤紙的特殊紋路 平貼創意 不僅讓學生分享作品 更讓這充滿歷史淬煉的百年老屋 注入藝術暖流 重新活了起來 原本比較安靜 比較樸素的這種生活狀態 會有一些些變化 那也會讓這邊的 這種老屋子的特色 他們平常視而不見的這些特色 再被注意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喚醒的過程 相繼上升關西高中石神連戰 展期到10月25號 走一趟關西老街 感受畫作帶給老房子的 藝術新生命